不上风水无一 不消不出 这块砖实际上是当时 王省值修建这个 佛城时候的 系的深海关 它不光是把世界带向的中国 它是把中国推向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人生 全是甩不掉的包袱 我们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也该付出我们了 西娟 去关你的人生吧 我要做你和南英的大朋友 为了你们 我做什么都行 从小就是成全别人连去自己 龙城 每晚19点35分 就在东南卫视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沉下星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星海飞逝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海飞逝 山海之福 闽人智慧 品味你的人间烟火 看寻东方养生智慧 家朵宝和你一起 寻味福建 喝采中国 聚焦军事热点 追踪实事动向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本期东南军情 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国产尖端智能穿戴设备 投入部队测试应用 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 智能穿戴设备 穿戴到单兵身上 就形成了智能化的 单兵作战系统 乌克兰海上无人艇 突袭和黑海舰队后方基地 无人艇战法再度引发 极大关注 它这种半潜式的攻击 有点类似鱼雷的攻击 就正好打中目标 是这个水线部位 我觉得这也是乌方 侧用正面战场的 一种洗澡战 法国原乌的巡航导弹 被首次用于 袭击克里米亚方向桥梁 俄军后勤补给线 面临危机 那么想要彻底地切断 一线作战俄军 他的这种战略补给的 这样的一个大动漫 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军事专家陈虎 秦真 张雪峰 魏东旭 为您剖析 最新军情 真茶真柠檬 够真采出色 为他柠檬铲 精彩生活 拒绝油腻 我要时刻静爽自信 新阳手撞 投油栏购技术 超千万控油小分子 让投油寸步难行 即刻精爽 28天根源竞械不反复 新阳无险可击 无味向前 米粒虽小 均陌生 勤俭节约 刘美鸣 美不止所见 高光时刻 没有界限 全新立世 四地玻尿酸加起发水 富含四地玻尿酸 内水润 外水光 绣发 水光柔亮 实力闪耀 立世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沉下星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星海飞尸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海飞尸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 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纵览 综合解放军报 和新华社报道 受台风杜苏日影响 7月底以来 华北 黄淮 东北等地 出现极端降雨过程 洪涝地质灾害严重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习近平主席 对防汛救灾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 坚决听从统帅号令 文令而动 冲锋在前 勇挑重弹 持续奋战在 防汛救灾一线 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人民至上的使命和担当 报道称 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8月1号前置指挥所 统筹一万余名官兵民兵 在北京 天津 河北等地 有序展开救援 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五次下达专项指示 及时向黑龙江吉林方向 派出前进指挥所 战区陆军 空军 海军 多支部队奉命出动 武警部队作战勤务指挥中心 24小时运转 根据各方向迅情变化 调派兵力 动态协调 各类比仗 危难之际 党和人民心连心 生死关头 子弟兵和人民在一起 8月6号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 8月5号 菲律宾两艘运步船 和两艘海警船 未经中国政府批准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 仁爱礁临近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实施必要管控 对飞搭载违规建材的船只 进行了拦阻 8月7号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 达记者问表示 仁爱礁历来是 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1999年 飞方一艘军舰 在仁爱礁非法坐摊 中方当即提出严正交涉 飞方多次明确承诺 拖走坐摊军舰 但24年过去了 飞方不但为拖走该军舰 还企图对其大规模维修加固 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 8月5号 菲律宾不顾中方 一再劝阻和警告 企图向非法坐摊军舰 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 中国海警船依法予以拦阻 并采取了警示性执法措施 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为避免直接拦阻出现碰撞 使用水炮实施警示 现场操作专业克制无可非议 8月8号 中国海警局公布了 8月5号9点40分许 中国海警5201舰 对飞尤纳扎5月2号游艇 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的画面 并表示 中方全程保持理性克制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大家看 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 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 欢迎陈老师 主持人好 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联合中央网信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 思想解读类荣媒体骗竹梦 日前播出后引起广泛关注 该系列片的第七集 永当军事变革的先锋 讲述了全军官兵和科研单位 永利改革创新潮头 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的 多个典型案例 稍后我们请陈虎老师 为大家解读其中的部分案例 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空军航空兵某团 是全军首支 查打一体无人机部队 无人机如何融入作战体系 有人机 无人机 单兵该怎样协同 这支部队正在实战实训中不断探索 今年夏天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无人机 与陆军特战队员 在我国西部展开了一场 体系协同夺控行动 无人机就位后 代号立刃的特战小组 开始实施地面渗透 面对地狱陌陌生 敌情不明等情况 特战小组呼叫无人机进行支援 此时 飞龙一号突遭干扰特情 于是 指挥部紧急命令 飞龙二号前往接应 干扰被成功解除 在重新获得无人机空中支援后 特战小组很快发现敌高价值目标 随后 代号老鹰的歼十六 根据无人机上传的坐标信息 和特战小组的地面引导 将目标成功摧毁 来自浙江一屋的网友 行者伊凡提问 在这次夺控行动中 出现了空军的无人机 有人机和陆军特战小组 为什么会用到这么多作战力量 一架无人机不能全部搞定吗 表面看起来 一架插打一体无人机 可以把这个全部都搞定 但实际上 插打一体无人机的能力是有限的 比如说吧 现役的插打一体无人机 它的有效载荷三五百公斤 你如果打坚固的面状目标 你的威力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片子里看到 有人战斗机执行投放载荷攻击的任务 特战分队呢 我前出侦查指示目标 检查打击效果 无人机呢 我执行的是战场搜索 和掩护特战分队作战 这样的一个任务 三方密切协同 各自取长补短 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陈老师 无人机作为新制作战力量 在未来的体系作战中 还可以扮演哪些角色 从体系作战这个角度来说呢 实际上我们很多重要的 体系作战的节点 它和无人机的特点和特长 是相当匹配的 比如说预警 电子战 这样的任务 都需要长时间留空 所以将来无人机 在预警 电子战 这一块都会进入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竹梦第七集 向人们呈现了一场 堪比科幻大片的 渗透破袭行动 由军事科学院 研发的一些尖端智能设备 如今已经在部队测试应用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黑虎小队 加林村附近地域 有强电磁信号波动 可能没敌关键节点 命令你队迅速前往该地域 进行核查 并四级破袭 相关情报信息 已上传至你情报终端 从画面看 黑虎小队使用的情报终端 是一款智能增强现实头盔 它可以将敌情信息 行动路线甚至枪描画面 直接投影到头盔镜片上 极大增强单兵的态势感知能力 前方发现雷区提高警惕 标记炸点 发现炸点 渡河时 小队成员佩戴的智能手套 展示了另一项神操作 只见队员单手握拳轻微转动 一架穿越机就在河对岸 完成绕数打劫的动作 帮助队员顺利渡河 之后队员又用智能手套 控制一架仿生扑翼无人机 完成目标识别战场侦查等任务 黑虎黑虎 迅速按一号作战号按 实施破袭 执行 收到命令后 黑虎小队首先派出了 由无人车无人机组成的无人军团 对目标实施了无人化立体打击 随后突击队员与无人平台配合 实施了歼灭作战 来自广东接洋的网友顶级画师提问 短片中出现的智能穿戴设备 给单兵作战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智能穿戴设备 穿戴到单兵身上 就形成了智能化的单兵作战系统 一个单兵 我们讲它既是一个火力平台 也是一个信息平台 一旦有了智能化的穿戴设备 单兵之间 单兵和后方 你从信息的采集交流处理 完全都不通了 举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目标 但是要摧毁它 你身上背的武器 射程和威力都不够 没关系 通过这样的智能化的穿戴设备 你可以把信息直接的 传到拥有相关火力的单位 可以根据你传输过去的信息 直接开火射击 实际上这种智能穿戴设备 它可以把你的人体的状况 包括你的一些生理的指标 采集传输到后方 在后方数据中心经过处理之后 指挥员甚至可以随时掌握 这支部队它的士气是什么样子 它的疲劳程度怎么样 它的伤忙怎么样 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实时掌握 这种的知己 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航空发动机被称为 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是飞机的心脏 从曾经仰望国外到如今自主创新 多型国产战机已有了中国新 竹梦第七集为我们讲述了 中国新研制的若干幕后历程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 是现在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那么无论叶片就是明珠上相转 小小叶片是发动机最核心 研制难度最大的部件之一 据介绍 航空发动机的推力 很大程度依赖涡轮前温度的提高 但现有涡轮叶片的最高工作温度 已超过原材料熔点数百摄氏度以上 同时叶片还得承受十几吨的离心力 因此研制高性能航空发动机 必须解决涡轮冷却的难题 我们示威员不但要飞出战机的期限 还要考核航空发动机的推力 油耗和加速性等等性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也是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的 重要参与者 以及装备质量版考核者和把握者 来自广西南京的网友浪里白条提问 涡轮叶片被称为航空发动机研制 难度最大的部件之一 那么它到底难在哪呢 这主要是由于涡轮叶片的工作环境所决定的 这个工作环境特点是什么呢 高温 高压 那么高温可以高到什么程度呢 到摄氏1600度 你查一下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所有的元素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维持常态的 没有 金属元素是不存在的 那么高压导致了你的结构所承受的硬力极大 要求你这个材料需要有极大的强度和韧性 那么把这三条放在一起 想找一个合适的材料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航空发动机的涡轮叶片 它所应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最高级的那一部分材料 比如说金属材料当中的共晶金属和超单晶金属 非金属材料当中的符合显为陶瓷级符合材料 听起来好像也是很高大上的 但是即使是这些材料 在如此的高温条件下使用都是不够用的 材料本身性能丧失的温度比工作温度还要差两三百度 怎么解决呢 就要靠降温的措施 降温怎么降呢 在涡轮叶片的内部设计出各种的复杂的孔道 像这些孔道当中吹风带走一部分热量 另外在涡轮叶片的表面打出一些微孔 微孔把冷空气平铺在叶片的表面 形成所谓的气膜 这样可以对涡轮叶片的材料形成保护 那么讲到这儿你就知道有多难了 陈老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产信型战机装上了中国新 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首先你的动力部分 不需要受别人的制约 别人卡脖子卡不了了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东西 我想需要什么样的发动机 我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研发了 以前你买人家的 你可能需要某些指标 但是人家不需要 那么你买来 只能买来什么样的 用什么样的 现在你完全是国产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研发符合你自己需要的这样的发动机 所以无论是对当下 还是对未来的发展 国产化都是最关键的东西 好 感谢陈胡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 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点播回看我们的节目 参与留言互动 好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 军情大揭秘 乌克兰海上无人艇 突袭俄黑海舰队后方基地 无人艇战法再度引发极大关注 它这种半潜式的攻击 有点类似鱼雷的攻击 就正好打中目标是这个水线部位 我觉得这也是乌方 侧用正面战场的一种洗澡战 法国原屋的巡航导弹 被首次用于袭击克里米亚方向桥梁 俄军后勤补给线面临危机 那么想要彻底地切断 一线作战俄军 他的这种战略补给的 这样的一个大动漫 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孝老爱亲 使福 诚实守信 有福 助人为乐 天福 文明出行 基福 爱港敬业 造福 重得上善 和谐暖人心 闽月山水 福地福人居 新时代新征程 福行八民 文明有福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军事冲突进展 6月初乌克兰军队向俄军防线发起反攻 但收效甚微 有西方分析人士认为 乌军因此改变了战术战法 目前可以视为进入了第二阶段反攻 主要特征就是 一方面继续在前线 与俄军展开激烈攻防 缓慢推进 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无人机 无人艇和远程导弹 打击战线后方的俄军后勤枢纽 交通要道 乃至黑海舰队 试图削弱俄军的持续作战能力 那么 乌军在这一阶段的反攻 都有哪些具体表现 新战术战法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呢 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 秦珍张雪峰 魏东旭 魏宁 深入偷袭 综合俄乌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8月4号凌晨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海军 联手对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 发起无人艇袭击 造成俄海军缠除及大型坦克登陆舰 奥列涅戈尔斯克矿工号严重受损 丧失作战能力 据悉 发动攻击的无人艇 装载了450公斤炸药 威力与一发 重型鱼类相当 去年10月29号 乌克兰方面动用多艘 米克拉三型无人艇 突袭克里米亚半岛的 俄黑海舰队驻地塞瓦斯托波尔后 俄黑海舰队被迫将大部分主力战舰 转移到距乌克兰控制的海岸线 约676公里远的新罗西斯克 该港口位于黑海东岸的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是俄最大的石油输出港 也是俄黑海舰队的备用基地 俄方以为乌方无人艇航程有限 新罗西斯克高枕无忧 没想到这次被乌方无人艇 一级得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乌军新一代无人艇的航程 已大幅提升至800公里 就在新罗西斯克遇袭后 俄罗斯白鲑鱼号邮轮 于当地时间8月4号晚至5号凌晨 在克赤海峡遭到乌方无人艇袭击 导致邮轮机舱受损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大方承认 与乌海军联手实施了该行动 并称行动按照经典方案进行 使用的依然是携带450公斤炸药的无人艇 8月4号 乌克兰国家水文局根据当天发布的 乌克兰海军第5号令 宣布俄罗斯阿纳帕 新罗西斯克 格连吉克 图阿普谢 索契和塔曼 这6个港口及其内外部水域 为战争威胁区 警告立即生效 外界认为 这是乌方针对俄罗斯 封锁乌克兰粮食运输线 并不断空袭奥德萨 尼古拉耶夫等港口 而采取的对等制裁与报复 乌方五人艇跨越近700公里 袭击远在黑海中岸的新罗西斯克 并且重创一艘俄军登陆舰 秦老师 这是如何做到的 当然首先这个艇你航程得够 你这个700公里 你能够得着这个地方 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艇办显示 它是航程是可以达到的 客头也不算太小 而且退一步说 如果航程有一定问题的话 它其实可以有些折衷方法 比如说多带燃油 少带战斗部 让它这个燃油部分 够这个航程就可以 那么其二就是说 一定要有情报的加持 因为你这么远的航程 你航行到那挺的速度 跟飞机又没法比 相对比较慢 你航行到那 人家目标已经出港了 你就打不着了 所以一定是美西方的情报的加持 而且这个情报是一个 实时动态的情报 就告诉你这个船在不在港口 如果在港口 如果停止不动 那是最好的 所以大家看到那个视频 最后快到攻击的点位的时候 已经GPS可以给它导引到目标 附近大概几十米的范围之内 然后它再依靠艇上的一些光电设备 大家看到那视频 那光电设备可以拍到这个目标船 然后它再靠近 这个从技术上来说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 这种半潜式无人艇的攻击 造成的破坏还是比较大的 一个是茫茫的海面之上 不容易被发现 另外一个就是 它这种半潜式的攻击 有点类似鱼雷的攻击 就正好打中目标 是水线部位 一旦炸出一个大洞 海水大量涌入 甚至于严重的时候 这个船都会轻浮沉没 所以这种半潜式的攻击 今后还会对俄罗斯方面 造成一定的损害 乌方将俄方六个港口 和相关海域列为战争威胁区 这么做究竟是什么目的 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张老师 从乌方的表态来看 它至少表面上是对俄罗斯 封锁其粮食出口通道的 一个直接的回应 就是要告诉俄罗斯 你要是封锁我的粮食出海通道 我就给你搞习船战 大家是互相伤害 是对俄罗斯直接的报复行为 其次呢 我觉得这也是和俄罗斯打舆论战 打心理战 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迫使俄罗斯把更多的精力 放到相关港口和海域的防御上 第三呢 我觉得这也是乌方测用正面战场的一种洗澡战 乌方很显然的 无法通过这种武人艇 获得整个黑海的债权 但是呢 它通过武人艇可以袭扰 俄罗斯通过海陆向克里米亚半岛运输 要装备啊 物资啊 人员 竟然呢削弱克里米亚 对俄罗斯前线的这种支援作用 那么实际上呢 是对前线的一种侧应 一种呼应 至于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这还取决于俄罗斯今后的应对手段 但是无论采取哪种手段 俄罗斯都要投入大量的军事资源 在短期内呢 很难完全杜绝乌克兰的无人艇的袭击 除了频繁发动无人艇袭击 乌军近期加强了针对 俄军后方补给线的打击 首次动用了法国提供的远程军航导弹 当地时间8月6号 乌克兰军方宣布 当天下午3点左右 对连接赫尔松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的 两座桥梁实施了导弹袭击 当天 俄罗斯方面宣称 乌军总共发射了12枚导弹 其中9枚被俄防空部队拦截 但有3枚导弹命中了琼加尔大桥 另一座桥梁 海尼切斯克桥也遭到打击 据统计 这是继6月22号和7月29号之后 乌军第三次对琼加尔大桥 实施远程导弹袭击 俄方起初认为 乌方使用了英国远乌的风暴阴影导弹 但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图片显示 受损大桥附近 发现了法治斯卡尔普一级巡航导弹的残骸 乌军在7月中旬 刚刚宣布接收了50枚该型导弹 8月6号 乌总统泽连斯基 在出席乌克兰空军节庆祝活动时 在一架苏24M挂载的 斯卡尔普一级导弹上签字流念 这是乌方首次公开展示该型导弹 据悉 斯卡尔普一级及风暴阴影的法国版本 二者其实是同一种巡航导弹 只是叫法不同 据悉 琼加尔大桥和海尼切斯克桥均为俄罗斯方面 从克里米亚向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前线俄军 运送补给的重要交通要道 一名俄罗斯军事博主在社交媒体电报上声称 乌军针对俄军补给线的打击 是为了复制去年的赫尔松模式 即通过切断俄军补给线为反攻创造条件 去年11月9号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下令 赫尔松州境内的俄军 由蒂尼伯河西岸转移至东岸建立防御 以避免部队遭受无必要的损失 原因在于 当时乌军动用海马斯火箭炮等远程武器 摧毁了安都诺夫斯基大桥 以及卡霍夫卡水电站附近的道路 导致俄军无法向蒂尼伯河西岸运送补给 最终不得不撤离 另一位俄罗斯军事博主也认为 乌军8月6号 针对琼加尔大桥的袭击表明 乌军正在有条不紊地试图分割乌克兰南部的 俄罗斯军队 并以类似于去年赫尔松反攻期间 拦截行动的方式 扰乱俄军后勤补给 自乌军发起反攻以来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桥梁 变成了其重点打击的目标 乌军目的何在呢 答案就在地图上 目前俄军在扎波罗热方向补给线 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是从俄本土出发 经马里乌波尔送往前线 这条补给线看似便捷 但防御纵身较浅 且处于乌军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之内 随时会被切断 第二条补给线是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 经赫尔松州南部送往前线 这条线路上共有三座公路桥可选 第一座是阿米扬斯克附近的公路桥 但是走这座桥的话 俄军后勤车队就要绕行一大圈 途中呢还会经过乌军火力覆盖区 不是理想选择 第二座桥是西瓦石湖上的琼加尔大桥 该桥处于俄军纵身区域 连接着克里米亚至梅利托波尔的M18高速公路 通行能力较强 是俄军最主要的交通动脉 第三座桥是海尼切斯克大桥 连接着海尼切斯克与克里米亚东北海岸 狭窄的阿拉巴特沙嘴属二级公路桥 通行能力较弱 很明显俄军的致命弱点就是他们的补给线 只要乌军设法切断最关键的琼加尔大桥 十几万俄军将很难在扎波罗热前线长期坚守 但是要想彻底摧毁这座桥梁难度可不小 琼加尔大桥距前线的直线距离有100多公里 目前只有乌克兰改进的S-200 英国援助的风暴阴影和法国援助的斯卡尔普一级 三种导弹够得着 而能用来打桥的只有后两种 前面说了 风暴阴影和斯卡尔普一级 其实是同一种巡航导弹 只是叫法不同 这两款导弹长度均为5.1米重1.2吨 目前有乌军的苏-24战斗轰炸机挂载 出口版的最大射程250公里以上 可在俄军防区外发射 此外 风暴阴影和斯卡尔普一级的突防能力相当强 飞行高度只有三四十米 而且弹体外形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 俄军雷达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它们 在制导方式上 这两款导弹均采用了地形匹配制导 GPS卫星制导和末端景象匹配制导弹 复合制导方式 打击精度很高 可以命中十多米宽的桥面 乌军已经多次发射巡航导弹 打击琼加尔大桥 但仍然无法将其彻底摧毁 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 可能是俄军的铠甲防空系统 发挥了关键作用 拦截住了乌方发射的大部分导弹 成功突防的导弹并不多 第二个原因是 风暴阴影和斯卡尔普异计 采用的是串联清测战斗部 虽然重达450公斤 但实际装药量只有140多公斤 它由一个巨能空心装药的预清测弹头 和一个长杆状的主清测弹头组合而成 打击目标时 预清测弹头率先起爆 通过高速金属射流击碎混凝土 形成一个很长的孔道 之后呢 主清测弹头沿孔道进入 依靠动能进一步增大穿透力 这种战斗部主要是为了对付加固的地下攻势 对桥梁这类目标反而是有进使不出 即便成功命中也只能在桥面上留下一个不大的破洞 很容易被俄军修复 当然 如果乌军运气够好 能够用导弹准确击中桥墩 或许还真能切断这条俄军的后勤大动脉 乌军对穷家二大桥欲除之而后快 但从目前来看 导弹袭击对桥梁造成的破坏有限 乌军还会继续重复导弹砸桥的战术吗 秦老师 桥梁是作战当中一定要破坏的一个交通设施 因为桥梁太重要了 桥梁在山谷之间 在河流之间 它是起到一个重要的枢纽作用 没有它很多人员的补充物资的运输都无法达成 大家知道 包括近几年中国拍摄的 比如像金刚川这样的电影 都是反映炸桥和保卫桥梁这样一些主题的 可见桥对军事战争当中它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乌军现在强调所谓的反攻 它就一定会加大对桥梁的攻击 随着所谓反攻进程的延长 它攻击的力度还会继续的增加 当然它现在大规模的攻击 它有一定的底气 底气在哪儿 就是因为它得到了西方先进的巡航导弹 比如像英国的风暴阴影 像法国的斯卡尔普等等 现在德国方面本来开始说不想提供金牛座 但是现在也准备提供了 而且它还向美国讨要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就是放在海马斯发射管里发射的 那么一旦这些武器全部到位 或者数量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它一定会继续加大攻击的力度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8月6号乌克兰空军节当天 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一处机场 特别检阅了苏-25攻击机 苏-24战斗轰炸机 苏-27和米格-29战斗机 以及它们所使用的基战武器 乌空军司令奥列什秋克表示 这些战机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可以挂载盟国援助的武器 包括祖尼航空火箭弹 风暴阴影 斯卡尔普EG巡航导弹 和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等 实际上此前有报道称 乌空军的苏制战机 还集成了美制杰达姆ER 卫星制导滑翔炸弹 和AIM-120空对空导弹 今年7月8号 乌空军官方推特账号发文 为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 扎鲁日内50岁生日庆生 配图就是一枚 米格-29意下挂载的 杰达姆ER炸弹 美国福布斯周刊8月6号报道称 乌克兰空军本应在与 俄军的战争中坚持不了几天 然而经过一年半的艰苦战斗 乌空军虽然损失了 不少于69架飞机 但仍设法保持了 前线的整体实力 并从北约国家获得了 18架苏-25和27架 米格-29的援助 除苏-25之外的所有乌战机 都可以从俄罗斯地面防空系统的 射程之外发射弹药 在去年损失了60多架战机之后 今年截止目前 乌空军只损失了 4架米格-29 1架苏-24 1架苏-25和1架苏-27 就在乌空军 对克里米亚方向两座大桥 发动导弹袭击击之前 8月5号至6号晚 俄军对乌克兰发起了 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 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目标是赫梅利尼茨基州的 斯塔罗科斯蒂尼夫空军基地 该基地是乌空军 第七战术航空旅的驻地 是唯一装备风暴阴影 和斯卡尔普一级导弹的部队 此前该基地 已经多次遭到俄军打击 乌克兰空军 目前只有苏制战机 用来发射西方的机载弹药 这在技术上是怎么做到的 能完全发挥 这些弹药的作战效能吗 张老师 它首先要解决 能不能打出来的问题 首先要做好所谓的硬连接 比如说加装一个转接梁 在它的挂梁和挂架之间 这样就可以兼容 俄式战机和北约的挂架 解决基本的悬挂的问题 除了这种硬连接 它还要解决 所谓的软连接 也就是说要控制 发射架的相关的弹射机构 包括向导弹发送指令 这个也可以通过 一些电子漆板来解决 比如说一些轻败电脑 放在膝部 可以通过蓝牙等无线手段 控制相关的挂架 那么这样能够解决 基本的发射问题 至于能不能最大限度 发挥这些弹药的性能 还取决于这些弹药 是不是依靠战斗机上 搭载的一些传感器 给它提供信息 有的武器 不需要战斗机 给它提供信息 比如说美方提供的 70毫米的九头洲火箭弹 那么这个火箭弹是无制导的 那么只要对相关的航空系统 进行一下软件升级就可以使用 基本上俄式飞机和美式飞机发射的话 效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包括风暴阴影导弹 那么在地面给它加装一些参数之后 在空中发射 基本上也不妨碍它的打击目标 但是对于有些导弹 比如说哈姆反复射导弹 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哈姆反复射导弹 有多种发射模式 美军使用的时候 特别是美国空军 通常使用F-16CJ 也有属战机发射这种导弹 这种战机通常要携带 一部哈姆瞄准吊舱 通过这个吊舱 比较精确地确定 对方雷达的方位角和距离 然后把相关信息 传递给哈姆导弹 再发射哈姆导弹进行精确地打击 这样的效果就是比较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俄系的战机没有这样的吊舱 如果只通过它的雷达告警器 对目标雷达进行测效 那么它的精度会大打折扣 这样哈姆反复射弹 就很难发挥出它的最大的作战效能 俄军已经多次对 乌空军部署西方巡航导弹 和苏二次战机的基地发动打击 秦老师为什么没能奏效呢 首先来说作为乌方 它是相对被动力方 它不可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它无论飞机也好导弹也好 它一定是多个基地 多个点位的存放 它不可能集中存放 这是其一 其二 它存放的时候 即使有一部分放在某个空军基地 你比如像导弹 它本身个头不是很大 它也一定会第一分散部署 分散存放 第二 它可能会造一些地下的掩体 把这个导弹放在掩体之内 包括飞机 它也有一些机库 机宝的一些加固防御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现在大家知道 乌军还是有比较完备的防空系统的 远程它有美国的爱国者 中程它有美国的国家地空导弹系统 再加上德国的AIRST 近程方面它有毒刺 有英国的星光 有德国的防空坦克 所以它已经组成了一个 远中近的一个防空网 特别是在药地 在一些军事基地 所以大家试想一下 俄罗斯的导弹突袭 它首先要突破这些防空网 一层一层 首先有一部分导弹被拦截 然后能不能精准命中 命中之后 能不能打到地下掩体 层层筛下来之后 那么它可能取得的战果 就非常有限了 乌军频频袭击俄军后方 根本原因就是 在硬碰硬的前线 实在打得太艰难 而这不仅考验 乌军的持续作战能力 也在考验美西方的耐心 当地时间8月1号 美国政治新闻网 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 报道称 乌克兰已经部署了15万军队 已展开其新一轮的反攻 虽然多个受过西方训练的旅 正试图突破俄军防线 但收效甚微 这让华盛顿感到失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指出 俄军在南线设置的 坦克陷阱和雷区 极大组织了乌军推进速度 乌克兰国家安全 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称 俄军布雷密度丧心病狂 战线上平均每平方米 有3到5颗地雷 清扫雷区 事项极其艰难的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 俄罗斯军队并非一位死守 而是在乌东部的 库皮杨斯克 红利曼 阿夫基夫卡等方向 恢复了规模不小的进攻 并已持续两三周 俄国防部8月7号通报称 仅过去三天 俄军在库皮杨斯克方向 就推进了11公里 深入乌军防御纵深3公里多 面对乌军在南线的进攻 俄军一方面死守 一方面则在东部方向 发起了反反攻 魏老师 您如何解读俄军的这一策略 在双方的接触线上 无论是乌克兰的反攻行动 还是俄方的这种防御的 这种行动 从整体上来看 都没有特别大的 这种兵力的这样的一个运用 整体上俄乌双方 在一线的接触区域内 应该是呈现出了一个僵持的状态 但是在不同的点位上 双方其实都在进攻 乌克兰的这种反攻推进的速度 确实是比较缓慢的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那么俄方一方面 是要进行全方位的防守 稳住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阵线 另外一方面 在不同的方向上 尤其是在乌克兰 军力比较薄弱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和方向上 它也可以进行主动的进攻 那么一方面 可以针对乌军的反攻行动 进行牵制 与此同时 也可以把自身的控制区和战线 向前方进行推进 如果说在对方的控制区域内 能拿下几个制高点 或者说能够拿下几个交通要道 那么对于后续的军事行动 也可以营造一种非常有利的条件 所以从这种 俄方的一些局部区域内的 这种进攻行动上就可以看出 它并不是一味的防守 而是有手有工 攻守结合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 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 参与留言互动 更多权威信息和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